去高一點 叫公民堂 過去不開的 只是去公民廣場 是嗎? 醫生說來的 郭醫生說來的 這麼高? 你先說吧 你開口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們這次主要去講 現在公民廣場的規矩 我們有個真空旗 為什麼真空旗呢? 這塊板就是這樣寫的 就是現在這個請願 請願信 干擾我們開記者會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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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的? 我講不講? 重新講 是不是港珠澳大橋的旅行團 一波多折 遮住你的頻道 我是不是從頭講過 好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們幾位民主委立法會議員 今天都要跟大家講 公民廣場 有些規矩 都不知道是不是 踏入了一個真空旗 為什麼呢? 這份東西 就是 政府公民廣場的一些規定 即是那個規矩 已經被裁定是違憲的 那如果你是違憲的時候 那究竟那些規矩 還要不應該執行呢? 那我們等一下 就會和大家去公民廣場 就試一下 究竟現在的規矩 是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都是以往那套規矩來做 還是呢? 他已經遵照了法院的規定 來作出有關修訂 這是第一 第二 為了要去追究公民廣場的規矩 在未來日子怎樣做呢? 我們要了陣線幾位立法會議員 亦都給了一封信 去到保安事務委員會 要求他 立入公民廣場的使用 作為他們討論的議程 我希望在此提醒各位 這個使用 討論的議程 是以前有列入過的 一直放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上 是未討論過 直至到林鄭月娥推出一個新規定 開放公民廣場的時候 他才把這個劃走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忽然沒有了議程 我們這次要求他拿出來說 我有留意到報章 連建制派梁美芬都說要拿出來討論 既然不同黨派議員都可以拿出來討論 我希望 主席陳克勤議員 應該將他擺進議程裏面 這個是十分之重要 我很希望政府 盡快來 因應法院的規定 裁決 來修改相關的規定 還政府的公民廣場 一個市民可以使用的空間 好 我就兩點補充 第一 呼籲林鄭月娥政府 快些出來講清楚 第一 他們是不再浪費公帑 是不會上訴的 就不要留一條司法尾巴在那裡 而第二 我是要譴責政府在這方面 作一個若無其事狀 你看官方的回應 是講得明 我們看看當中 有什麼改善的空間 那些規矩 現在不是和你說什麼改善 什麼優化的字眼 這個是違憲的事 在今天 由昨天開始 已經給了24小時 今天他應該是 起碼切了保安 也都宣佈 應該 就說為難 是要開始拆的了 要做工程 我們就要 從場計議等等 千萬 希望政府就不要假裝一個 若無其事狀 以為已拖自決 去到聖誕都沒有事發生 我想回應 反駁昨天林鄭月娥的一個言論 自從法官判了 遺風公民廣場 限制香港市民的示威自由 之後 其實 我們其中一個訴求 就是要政府向商學三子道歉 昨天林鄭月娥出來混淆視聽 昨天記者問 政府是否要向商學三子道歉 他的答案就轉移了 有人說法庭錯判 那就是對香港的法律不認識 我現在不是叫法官道歉 不是去批評法庭判得對還是錯 而是說特區政府過去 因為錯解基本法和人權法 定立了這條惡法 這個公民廣場的規限 阻止市民去示威 才導致有重奪公民廣場 才有之後有人去被捕 被告 甚至是受刑 坐牢 我是要求特區政府 因為他的因 他做錯 向受影響的市民去道歉 不是說要法庭去道歉 或者不是說法官做得對還是錯 這個我希望新聞界朋友 或者大家下次見到林鄭月娥 是要他搞清楚 不要混淆視聽 說到我們沒有法律常識 或是他沒有邏輯常識 我們現在不是說法庭 我們是說政府 好 差不多了 那我們可以下去了 好的 好的